擔任急重症的醫師 他這個抗壓性是很強的 但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沒有操作就是沒有操作 這一點我一定要在這裡 再三的強調 我聽不下去 你不能都只讓他講 你讓我回應一下 因為畢竟我在議會監督市長的 剛剛小吉在說 科團隊他們就是說 意識性很高 有 有一個科團隊最大的同質性 就是很瞎 就是警科市長是我們最大的同質性 他們這些局助長挑明了 在選舉去站台柯文哲 去幫柯文哲連任造勢 有人這樣嗎 那個是他們在講北投的政績 哪一位市長 敢這麼大大大把行政資源 用到檯面上 幫他現任市長的連任造勢 有哪一位市長 歷任市長 從陳水平以降 有哪一位市長在連任的時候 車子競選車輛 可以大大大開進公園 就在公園辦這種政治選舉造勢 哪一位 所以有一個最大的同質性 很瞎 很瞎 怎麼沒有雙重標準 你們才是 我跟你講 我覺得理性監督好不好 議員 理性監督 我們沒有意見 你不要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 但是我說回來 剛剛大家一直在講說 現在藍綠選民淡化了 其實本來是 有掩滅這個炮火的現象 大家不要冷靜在看 可是突然間 我說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韓國瑜他內心的威權 在上上禮拜他有一個談話 他說現在不能拚 大家拚經濟 不要再談這個事 他說他擔任高雄市長的話 所有在高雄辦的這種政治抗爭活動 他都不準 你看 真的假不了 韓國瑜內心的那個威權事件 跑不了 假的真不了就是說 不可否認韓國瑜到現在為止 即便他有很多努力 他有很多特質 可是他對高雄市政建設的 政策跟願景 他是沒有準備的 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 假的是真不了的 你看這一場何止是這樣而已 神力女超人都去了 不是嗎 我覺得這一場 不只是大家形容的那樣 這一場簡直有如宗教的步道大會 你看那個韓國瑜去現場 那有如Seafood 妙禪師傅出場一樣 我已經到那個地步 你們剛才忘了形容這個 韓國瑜 你不是看電視有這個感覺嗎 韓國瑜是高雄的妙禪 一個新的 尤其是他在演講那一刹那 我是看那個轉播 突然間我看到韓國瑜 那個鏡頭那一刹那 我覺得講功上升 蔣介石回來了 你不能所有的禿頭都覺得像蔣介石 我覺得 那個已經不像各位形容的這樣 我覺得這還了得 尤其他唱夜席 他先前還找我同房睡覺 還要我拒絕了 要不然睡到一半拜託 刺刀刺向我的心臟 這還了得 你很入戲 只要等信號一響 無聲無息 刺向敵人的心臟 天啊 真是歐彌陀佛 這首歌你會不會唱時間 我會可是不唱 當然 我是覺得這樣 我是覺得這實在是 這個基本上韓國瑜我覺得 你興奮 你激情這樣OK 可是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白天你向選民拜託 這選民有一些是支持你 有一些是反對你 你白天向選民拜託 晚上無聲無息刺向他的心臟 這對嗎 他不是刺這樣 這很奇怪 他不是刺這樣選民 我是覺得說這個 誤解了 這個就不對 基本上 他不會誤解 我是說如果站在 說實在話 昨天看那樣子的場面 我如果純粹 站在政治跟選舉的立場看 其實我是很樂見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 我們陳其邁 又向勝利邁進了一大步 因為你們越來越是這樣子 同樣的過去的這一套 你是越往這個 極欄的深處去集結 其實對整個 尤其在高雄 選情是不利的 其實站在政治選舉 對我們民進黨 我們是樂見 可是我如果站在族群融合 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不好 這樣子是不好的 大家冷靜想一想 然後我覺得不要過度 消費了韓國瑜 為什麼 年輕的妹妹問你 他有本來有他人生歷練 他20年起起伏伏 其實他有他本來不錯的一個部分 尤其他最近幾年 他潛心向佛 其實他這個人是滿有故事性的 但是整個藍軍不長進 你們4年來 你們不只4年 20年來在高雄失去政權以後 你們就是不耕耘不關心 不當一回事 現在選舉到了投機取巧 臨時抱佛腳 推一個口才好爆發力強 我處吃力很夠的韓國瑜 要拉著韓國瑜的光環 大家跟著上來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所以王議員 因為高雄這個民調高 高雄人都好騙 高雄人都很好騙是不是 你覺得綠營皮脈也會 大家都跟著他走 不是 這就是我說的 高雄市民在選前 在投票的那一刻 他們會很理智 很有智慧的分析判斷 所以現在的民調都假的 我不敢說假的 這些民調 各家做的都不一樣 很多都做 也是我們民進黨 也是陳其邁勝利 所以這個我不爭執這個 我在 黃議員我再跟大家說明 選舉肇事也好 民調也好 都僅供參考 如果民調可以那麼準確 我們社會應該來推 用民調取代投票 不是嗎 不用投票 節省社會成本 可以這樣嗎 不行 你最後還是要投票決定 不是嗎 選舉肇事也是一種參考而已 是一種感情的發疏 一個士氣的集結 但是不要太過分相信這個 如果這樣子 那可以用選舉造勢 來取代投票 不行 所以我在講 所以市監議員是覺得 不要造勢是嗎 就是大家都不要造勢 在激情過後 各自回歸 你們也回去 你們這裡 我們也在我們這裡 大家冷靜思考 怎麼樣對高雄市 還是正面 你不要現在還冷靜 因為11月11號 起碼要造勢 你叫這個支持者回去冷靜 起碼會不會不開心 冷靜兩天11號再出來 還是要造勢 每天都應該拚經濟不是嗎 每天就是大家回歸市農工商 自己工作崗位拚經濟 11月11號再出來就好 所以先休兩天 然後11月11號再出來 事件的意思是說 國瑜不可以造勢 但是起碼可以造勢 不是 不是這樣子 他做他的事 他繼續拜訪選民 白天拜訪 晚上用刺刀刺向他們心臟 他們也要刺向選民的心臟 我來解釋一下這個夜市 不支持他的選民就是敵人 他是刺向民進黨的心臟 那其實應該這個意思 也沒有 高雄市超過市場 就是一首歌學而已 就是一個歌 不是 你要不要跳 民進黨就是要刺向 不會 那個少平民也無情 刺向就是賣選民的心臟 這個因為這首歌而已 我們要再來看你這首歌 這首歌是他追他老婆的歌 說不定是表達愛意的 一首歌 但不是 那是美根表達的 我拿好意 他是不是暗示他女朋友 你嫁我就算了 不嫁我 我晚上刺向你的心臟 我想應該不是這樣 王世堅這個傻子 我絕對不會同意他這樣說的 因為跳海對他有生命危險 如果我選上公共市長 我只會鼓勵王世堅跳愛河 你問我 我覺得這只是選舉缺頭 他以前也跳過海 不過他騎棍球倒是 還沒真的蹲下去 那個立文 你注意看陳其邁 像猶新生 我八個字形容他 氣定神弦 雲淡風輕 你看他的表情 那就是雨傘關金的在接處理 你真的對他很好 他都叫你去跳海了 他說假如我陳其邁當選 高雄市市長的話 我也會叫王世堅跳海 但是叫他跳海之前 我要先教他潛水 不然常常跳海恐怕有一天會出事 你的氣氛怎麼對你這麼好 他是好意 他是他本身潛水專家 我是會游泳 可是跳海真的要懂一些潛水的 一些知識 所以他的意思 其實我那一次去跳海是很悲壯的 因為我覺得說這樣落選 國民黨八仙過海 其實那個一個台式的幽默 我們台灣會就是說 不可能如果真的我來去跳海 國民黨八仙過海 王世堅要去跳海 其實這只是 還有押韻 對 本來只是一個 我們自我解操一個幽默 可是大家認為說 這要算數的時候 我就真的去跳海了 那陳其邁的說法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用另外一種心情 我們用跳海去迎接 對 而且他要跟我一起跳 他要教我怎麼潛水 他要教你潛水 他沒有時候要跟你一起跳 你要幫他加碼 一定的 他本身他是潛水高手 因為這兩天 大家都要討論這個事情 網路上很多人 我自己報告 因為大家去討論就是 王世堅過去20年來 罵得最兇的 像馬英九 像柯文哲 像韓國瑜 好像罵完之後都很旺 說菁哥你有福隆格 福隆命格 你有聽過這個說法嗎 我想請教菁哥 你曾改口說 就是高雄一部評論 你們是有 確實是有人說 叫你不要去賭 萬一輸了 可能會怪你 到底是怎麼樣 不是 因為我當時是在 我們有台一個政論節目 主持人連著拿那個名道 因為我知道你基本上是不改口的 你都很有價值 第一個 我那一天完全沒有要打賭的意思 因為我要賭 我就必須賭台北 因為我是台北市民 你已經賭過台北 你都把恰吉的頭髮剃光了 對 我就賭這一樣 我只有只賭這一樣 陳吉曼是好意 他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我不曉得他會去發表 這樣的看法 不過他的看法就是說 讓清淨的海水 洗掉我們在選舉受到的這一些 騷擾 打擊 你都還加了很多台詞 不過你到底在 在這個跳海事件發生之後 就你在這個政論節目說 如果韓國瑜贏的話 你就只好去跳海 你是說不可能 你知道 你是說不可能 然後你還要發一篇臉書來澄清說 你不是高雄人 所以你不想賭高雄的選戰 你力挺陳其邁 所以你要只賭台北 你為什麼要發這個臉書 是不是有人跟你說 你這樣子會幫韓國瑜吹票 因為大家對於你 能不能跳海這件事 有很高的興趣 是有這個壓力嗎 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壓力 因為我要有那個意思 我才會這麼說 那一天完全是主持人 問一個離譜的民調 我是說不可能 如果那樣的情形發生 就要來去跳海 這個是一個口頭禪 你跳海是口頭禪 我這邊要 如果真的是這樣 到底要不要跳 這樣到底該不該跳 這個我還有意見 我問跳海 迎接陳其邁的勝利 他勝利 我帶著另外一種 歡欣鼓舞的心情 那他輸了呢 萬一 好啦 百分之一百 萬分之一的機率 萬一是韓國瑜贏了 那你要帶著悲傷的心情去跳海嗎 不是 韓國瑜輸了我這樣子 我輸了他贏了 如果韓國瑜 我跟陳其邁一起跳海 迎接這個勝利 我們也會邀 也會邀韓國瑜一起來 我建議陳其邁說 當市長以後 他應該聘韓國瑜當首席顧問 憲哥你覺得韓國瑜不會贏對不對 我認為他不會贏 那那一年你也覺得台北市 國民黨不可能發行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這兩次不可能 事情有可能發生對不對 今年特別不可能發生 議員真的很可憐 因為陳其邁不管舒凱贏 他都想要看你去跳海 你怎麼這麼心酸 但我個人在友情加碼 就是謝謝議員成全本黨 就是你個人如果要跳海的話 我再贊助你兩張機票 看你是要帶夫人同行去愛情海 還是要帶做選民服務我都OK 送你兩張機票 讓你重新相信愛情 謝謝你相信韓國瑜 因為我覺得昨天你突然 這個臉書上面改口 讓我們好擔心你知道 因為昨天我聽記者說 你昨天一整天都沒有接受訪問 就神隱 然後剛剛錄影還比較晚進來 一度我們就很擔心 你不知道是不是被陳其邁陣營 怎麼了 我們都很緊張 那現在如果這個 真的要旅行跳海承諾 不要只跳愛河 愛河你要去的話 高鐵我幫你出了 或者是我幫你出機票錢 讓你去愛情海 重新相信愛情 但是大家看你的賭注 剛剛賴老師也有講了 就是我們都很佩服你真的 言出必行當今政壇 大概你是數一數二 但是你說這個剃頭的賭注 是說柯文哲如果落選 你要剃光頭 可是你沒有講是 丁市長當選 還是姚文智當選 我就謝謝你 當作你幫我們丁守中委員助選 謝謝 謝謝 不會 丁守中如果 首都台北市長 如果說丁守中現在是打算 靠綠白的分手 漁翁得利 我覺得光這樣子選民 就不該投給他 選民應該是投一個 積極有願景 靠自己實力的 我們沒有靠綠白分手 我們有問你說 這樣子是不是你也要賭光頭 對 你的賭注只有說 你要扣嗎 柯文哲 只要柯文哲落選 丁守中當選你也替頭 我這種政治賭注 常常我懲罰自己 或者自虐的時候 都是滿靈驗 所以我對於台北市長 可是我覺得 你滿愛惜你的頭髮的 要不然你就會賭說 如果姚文智當選 你要替光頭慶祝 所以你真的滿愛惜你的頭髮的 我就是因為愛惜我的頭髮 所以你沒有賭 姚文智當選對不對 我虐待我自己說 如果只要柯文哲落選 那我就替光頭慶祝 那麼他忘記了說 其實實體世界裡面 我們應該要回到實體世界裡面 爭取選民的認同跟支持 第二個 韓國瑜先前周邊的人 太強烈的污衊了 謝長廷 陳菊 他們20年在高雄的執政 謝長廷跟陳菊 他們扭轉了高雄人的宿命 過去大家認為高雄就是 又黑又錯的工業城 而謝長廷 陳菊去扭轉了 他們把又黑又錯的工業城 打造成一個移居城市 這一點高雄市民看在眼裡 高雄市民很清楚 當過激的言論過分的去污衊 摘張先前20年執政的時候 在實體世界的高雄市民 他們會憤恨 會覺得說不應該這樣 所以你看那天三萬人的肇事 大家站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應該是 韓國瑜的最高點了 如果後續你們沒有讓韓國瑜 本來他的本質特色去發揮 而是經過加工的時候 這個加工吹捧韓國瑜還好 你如果用來再繼續打擊 陳菊賣的話 我覺得會開始扣分 而且聲量會下跌 我覺得任何事都有緩擊輕重 當然藍營在2018這次選贏了以後 床底下反攻的號角又拿出來了 就這樣好像說就可以把所有本來 民眾社會多數是期待改革 像黨產 像促轉 轉型正義 像過去白色恐怖228這些平反 這本來是當初經過 社會大家有共識 還經過選票洗禮驗證出來的 但是就是說當如果改革 小英總統這兩年半來 求好心切 那就是這五個字 吃快撞破碗 他這個部分忽略就是說 任何事的處理 我們要有時間表排序緩擊輕重 也就是說不可能把戰線拉這麼長 戰場這麼多 如果說大家認為 去除威權的象徵 比方說過去的蔣總統的頭架 國防部現在也公然反對 我們先前已經談過 社會有最大公司 希望保存這些頭架 移到一個固定的一個墓園 固定的一些地方 桃園現在就是很多縣市政府 對 就是用這樣子 同時也保護這些同項 如果說再經過嚴格一點 充分一點的社會討論 這個我們同意 我想柯建民總召就是這個意思 再經過更進一步社會討論 促轉會現在把這些 結論議題推出 再經過社會討論可以 但是我覺得執政的政府 不應該用奇怪怪的理由 各單位 不應該用奇奇怪怪的理由 來反對 我覺得這不是社會溝通 你政府內部要先溝通吧 我講給他聽 像中央銀行悍然拒絕 說他用說這個如果改幣 這個鈔幣來改 什麼這要幾百億 他根本四個字講他 胡說八道 我簡單講我們每一年 我們每一年舊鈔的泰幣 我們政府要花35億 我來舉一個例 比方說我們每一年 換的是這一些鈔幣的十分之一好了 假使我們的鈔幣 每一張每一個銅板 都堪用十年來講 每一年泰幣十分之一 如果以這個比例 你每一年都要有新的出來 不是嗎 我們印新的這三十幾億 我們就來做新版 你十年內 十年內有兩種版本並行 不是就可以做到嗎 你如果說都沒有泰就 沒話講 並不是我們沒有泰就 我們的鈔幣用每一年 都固定幾十億在換新的 會不會有太多種類的 新台幣在流通 會不會有太多種類在流通 不會 在國外很多地方 我們過去台幣的改版 好幾次 我請問 過去的改版怎麼從來沒有人說 這個要花幾百億 中央銀行怎麼沒反對 因為過去還是高壓威權 過去由深中山改成蔣介石 有什麼差別嗎 蔣介石改 孫中山改蔣介石 後來搞不好還想要加入蔣經國 他們幾個改來改去都沒問題 現在多數的民意 認為說不要有這些威權象徵 我請問有什麼不對 如果說我們再更深入一點的 社會討論 比方說疑對 是不是要撤足 這個再經過社會討論 這個都OK 可是基本上這個轉型條例 促轉條例 已經在立法院多數的民意 來通過了 你現在是完全這政 我不知道你是在控制 你不是完全這政嗎 總統是你們的 理法院也你們的 行政也你的 72年的 國防部也是你們 文化部也是你們 央銀行也是你們的 在我們台灣的政府裡面 只有10年民進黨執政 現在 對 62年的過去這些救官僚 他看2018看這個選舉 藍營贏了 所以這是一種他們以選舉 來斷定 來做的這種答案 國防部這個發言不是基於政策 是基於施疑 基於他們對去 對國民黨的施疑的發言 秀宇對蔣公的施疑 其實公交施疑 公交當然之外也可以有施疑 但是有一個前提 不能以施害公 現在在檯面上 這幾個國防部的掌權者 你覺得這些人都以施害公了 我希望他們自己要想清楚 社會希望的是改革 不能說一次的縣市黨選舉 我覺得民進黨施立以後 其實整個否定掉促轉條例 這些格源都是蔡總統自己任命的 他如果覺得這些人 以施害公就拔貨公的違憶 其實黃遠是不是2020選完之後 再來改 2020的金 不是 我認為如果還有爭議的 比方說儀隊的部分 儀隊的部分如果有爭議 促轉條例提出來沒什麼不對 大家可以再討論 但是我反對那種 中央銀行用那個所謂的 這個一改不行 這個什麼都不能 你每年都在太舊換新不是嗎 不是 每年花幾十億不是嗎 世界委員不是這樣子 人家中央銀行只是被動的回應你 如果你把改掉一塊錢 五塊錢 十塊錢跟兩百塊 是目前有蔣公銅像的這個部分 你改完你需要花到兩百多億 人家中央銀行是被動的 回應你這一個問題 而且我也覺得你剛剛講說 這是全民最大的共識 你現在問街頭任何一個人 你是比較喜歡賺新台幣 還是你在乎新台幣上面的人頭像 我給你百分之百保證 人家才不在乎那個人頭像 到底是誰 所以你剛剛說 這是全民最大的共識 我覺得這不是 人頭像改毛澤東可以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我只是說現在 你這並不是要改銅像 還要改五百億 我只把這個問題 現在不是要改銅像的時間 我限縮到說中央銀行胡說八道 我只改這幾個銅幣跟兩百塊錢的 需要幾百億 他規則什麼 新台幣才發行三四兆也可以 八千人民是希望賺台票 不是要改台票 這是第一 這才是共識 第二 你說等一下要撤二隊 綽綽會有什麼管理 你不知道三軍通水什麼人 三軍通水蔡英文 蔡英文下令叫他撤他就撤了 一天就好了 綽綽會我跟你說 你再發一百張問國風報 也不用擔心 他又不是專位指導單位 他不是啊 三軍通水蔡英文站出來 叫撤 隨撤 一個命令就撤了 部隊聽你的命令而已 蔡英文在想什麼 你就沒心嘛 真的要撤 你出面一句話一個命令就撤了 我們做過兵我們知道 這系統我們清楚 你綽綽會是在發什麼 社群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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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好看 連到這比較簡單 改新台表比較困難 剩總統只要一桌明明 衰撤 社群英文 我是要跟你說 改新台表不是中央運行 怎麼說的說要換官的全部 因為你每一年都花很多錢 在換 把整個後來都換掉 你聽我講 他花很多錢 你聽我講 他花很多錢 那換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設計到改辦 防衛 所有的技術都只要換新票 就全部要改 那不是只有印在中央 三塊的資本 印那個人格四塊的資本 不是這樣 沒有啦 社群英文 你可以請中央運行公佈 這個件事 我對這個有一點了解 他說是改版 駐造成本 一整年用 就要兩百 他還沒有說是印鈔的成本 他說駐造 我改一個新的版 我要駐造可能有防衛會不會 沒有 你請中央運行公佈 我們廖長來做節目到 改一個辦案兩百多月 我說我上四年 胡說八道 王議員 我覺得你說的是技術 最不好 你一年三十五億就在開 十年可以三百五十票 但是中央人為什麼這件要這樣說 他過去為什麼沒有這樣說 要改新台北人說很多次 為什麼這件會這樣說 因為九合一的選舉 這些人也體會到 台灣人民的想法是什麼 以令議員說這個促轉 我們這一個促轉會 這個黑機關 台灣人民真的看清楚了 就是柯杰明說的 你累積公信力再來講話 你去了一個張天青 來了一個洋翠 張天青怎麼下台的 他被台灣人民說 一一二四滅東廠 一二四東廠有沒有滅 還沒滅還在 但是九合一造成民進黨大失選 楊翠提油救火 今天還敢提這些東西 連蔡英文總統在回廊談話 都不敢再呼應他的講話 所以我覺得世間議員 這個實在是不用再說 要換的事情 黃宇 黃宇 我們就把董事 張天青 我們就講董事 我們現在說 我們觀眾朋友聽 我們在過年 下達山 一起來 有把啊 餐搜尼 寺 天青 な 拿